国庆节期间颜料师删去的一条视频 让低调了2000年的艾老山再也低调不了了 其视频中各种神秘的动物、诡异的环境 让不少人对这座神秘的大山产生了好奇 今天我们就来全面的揭秘一下 艾老山 大家好,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背影纳不住 旁边是探秘者小仙 大家好 艾老山位于中国云南省中部 横贯南北 乘西北东南走向 全长500公里 其实艾老山全长1000公里 但是另外500公里在越南 艾老山山脉北起楚雄市 一直延伸到南部的陆春县 期间高山起伏 古地深切 地势险峻多变 主峰大漠岩峰海拔高达3166米 平均海拔在2200米到2700米之间 艾老山不仅是地理上的分界线 还是洪河和原江的分水岭 也是云南的干湿分水线 艾老山以东的区域就比较干燥 艾老山以西的区域由于印度洋暖湿气流 就显得比较湿润了 艾老山地形复杂多样 由于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 这里出现了大幅度的地面褶皱 山体极具龙深 由此形成了由高山 深谷 悬崖峭壁 交织在一起的地貌 地貌变化极为剧烈 禅间的坡度都超过了70度 加上河流的冲刷和切割 地形异常险峻 这种高差变化非常大的地形 就造就了这里独特而丰富的生态环境 从山脚到山顶的气候逐渐变化 难过了地区上六种不同的气候带 从山脚到山顶 意思为南亚热带 中亚热带 北亚热带 暖温带 温带和寒温带气候 所以整个埃劳山的气候变化 是非常复杂 也是非常快的 常常在短距离内 就能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气温和湿度差异 又因为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 导致整个埃劳山区域 很容易突降暴雨 或者突降浓雾 也正是因为这种气候变化的因素 和地理因素 造就了埃劳山极其独特的生态环境 低海拔地区主要分布着 亚热带蝉绿阔叶林 中海拔地区则是温性蝉绿阔叶林 高海拔地区则变成了温带真叶林了 你想 一个山 六种气候带 三种不同的森林状态 所以埃劳山就成为了一座天然的植物宝库 已在埃劳山里面探明的就有约5000种植物 包括大桥木 灌木 蕨类 苔藓 等多种植物类型 还拥有如云南松 木河 烤树 红豆山等珍稀树种 其原始森林 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生态系统 是研究亚热带森林生态的理想禅所 同时 这里还有多种珍稀物种栖息 已查明的就有约460种游脊椎动物 比如说金钱豹 黑熊 孟加拉虎 当然现在孟加拉虎没有了 以前是有的 但大型野生动物 还有如 哀劳蝉蝠 颈冬齿蝉 等特有物种 所以 这不仅是一个植物宝库 还是一个动物宝库 埃劳山的名字其实源于古代的埃劳国 埃劳国是一个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之间 兴起于云南高原的古老部落联盟 主要分布在今天 怒江和滥餐江之间的区域 也就是今天云南宝山这一带 根据汉述的记载 由于埃劳国与汉朝接岸的这个地方就是这座山 所以就把这座山命名为埃劳山 但这个说法是由史料考证出来的埃劳山的名字来源 还有一种来源是说 在汉朝的时候 汉朝官员来到这个地方 听单地疑族人说 这个地方叫啥 啥意思呢 就是这个地方有蓝虫虎豹出没 所以就叫埃劳山 这第二种说法 疑语是吗 对 疑族话 在埃劳山周围 分布着哈尼族 疑族 鸟族 转族 瑶族 等十几个少数民族 当然还有那个拉虎族 拉虎族原来是一个原始部落 叫苦葱人 也是生活在埃劳山里面的 他们是后来被牵出来了 他们祖祖微微就在这里 依靠农耕或者种植茶叶生活 但是生活在埃劳山这周围的 所有这么多少数民族 都有一个共同的禁忌 就是不能独自一人走进埃劳山的命令 还说埃劳山的深处 那是绝对的人类禁区 不仅如此 如果有外人想进入埃劳山 他们的族人都必须规劝 不能进入 阻止 但是如果你不听劝进去了 死在里面没人管 这样做的原因其实是 祖祖辈辈用生命的代价才换来的经验和教训 在滇质里面就记载 岳帅百计追击人畜皆毙一缕皆无其转盛其沿着山中多怪 欲人喷毒不依而去 这是滇质里面说的 岳这个岳就是东汉时期的大将军宋岳 他的意思就是宋岳率领百计就是数百个骑兵追击敌人进入埃劳山 但是所有人都死在里面了 包括他的马匹也死在里面了 所有人的衣服都没了 盔甲都没有了 死状非常奇怪 有去看到的人或者盘人就说 这个山里面有很多怪物 有的怪物会喷毒 有的怪物会来剥罢人身上的衣服和盔甲 就和那四个失踪的地质吊架员的死状有点相似 待会我会跟你想细讲 在楚雄县制里面就记载 看西二十二年 清朝很近了 两百多年前 狩猎相民行至一谷 谷内海谷遍地数百具之多 刀屑整集 一甲相叠 一为无君残部 这个无就是指无三贵 他这里啥意思呢 就是看西二十二年 有狩猎的人进入到埃劳山里面的一个谷内 谷里面全是海谷 有马有人 有数百具具之多 但是很奇怪 刀和兵器都整齐的放在一边 衣服和甲粥都是叠好 摆在一边的 那肯定不是发生了什么战况 肯定不是打架行的 那这些人就莫名其妙的就死在里面了 这是楚雄县制里面记载的 幻觉 不好说 这个是看西二十二年的事情了 是吧 也只是个猎户看到了这个死传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说 这个埃劳山里面 肯定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你看 两个记载 都是数百人 有人有马 并且是不对 进入埃劳山 都活不过来 从上面我们对埃劳山的环境描述 就能看出来 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非常神秘 而且危险的地方 是吧 气候变化大 地形复杂 动植物繁杂 人呢 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下面 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 2021年那次非常著名的 四位地质考察队员 在里面失踪的事情 2021年11月13号 四名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队员 阳敏 詹金榜 詹鱼 刘宇 准备进入埃劳山 执行一项森林资源调查任务 他们四人都是中国武警黄金部队的退役人员 都是野外生存的高手 如果你了解中国黄金武警部队 就知道 他们的身手 可能可以和背也有的一拼 这次调查的位置 是埃劳山山边缘的地区 还不是最核心的地区 整个路程如果快的话 五六个小时就能出来 最慢也就十多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 他们本身原来的计划是 13日入山 最早13号就出来 最晚14号下午也能返回 所以他们请了一个司机 在埃劳山的入口等待他们 那个司机一直在等着 但是就这么四个 有丰富野外生存经验 做好充足准备的地质调查员 自13日入山后 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在他们入山的时候 遇到了寻山员李家坤 李家坤在埃劳山做了20年的寻山员 他非常清楚埃劳山里面是有多危险 所以在14日下午 他见到四名地质调查员还没有出来 立马就散报了情况 11月15日 搜救工作就全面展开了 各路专业救援队 无人机直升机就先后加入了救援 甚至从成都调动了 先进的低空通讯和定位飞机 参与到此次救援行动中 这个阵战和这个救援组织的速度可以看出 单地的人是非常清楚 进入埃劳山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的 然而由于埃劳山的特殊地理环境 搜救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有时候甚至救援队队员本身都会身处险境之中 在长达9天8夜的搜救后 11月22日凌晨 救援队终于在距离队员计划地点 约1.85公里的地方 找到了四名遇难者的遗体 自然被发现时 他们衣物基本是完好的 身上没有明显的外衫 但是有一名队员掀起了扇衣 脸上还挂着诡异的微笑 其他队员的身体和位置的状态 也显得很奇怪 有的人是仰坐在地 有的人就是蜷缩在树根旁边 死状极其诡异 以下就是几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 第一个是遗体的分布与姿势 私人的遗体被发现的时候 和俄罗斯的迪亚特洛夫事件非常线 他们不是在一块的 而是三个人位于三个不同的方向 还有一个人在离三个人的远处的 一个陡坡下面 虽然他们的位置彼此不是非常远 但是大约有几百米的距离 呈现出了一种分头逃跑的状态 就好像他们在最后一刻 在试图分头逃离什么东西 第二个就是 衣物虽然完整 但又有异常 他们私人被发现的时候 虽然私人的衣物基本完好 没有被野兽撕咬 或者很明显的外山的痕迹 但是其中一位被发现的时候 刚才说到 衣服是被掀起来的 姿势像他自己要脱衣服 而还有一个是脱到了部分的衣物 这个很奇怪 因为据李家坤说 14号那天在埃劳山里面下了大雨 不应该出现脱衣服的情况 所以专家就推断 可能是不是因为失温 失温的时候 人物会觉得很热 就会脱衣服 导致了他们四人死亡 第三点 诡异的面部表情 四人中 离他们最远的遇难者 就是在陡坡下方那一位 面部露出了一种奇怪的微笑 反复是在享受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一样 还有就是现场遗留物的反常 在遗体附近 搜救人员发现了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 比如说背包 雨衣 工具等等 奇怪的是 他们四人都有雨衣 但是13号下雨了 我刚才说 雨衣确实完整的 没有使用过 在遗物里面 还有一些汽油和取暖用的野外炉灶和点火器 而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使用过的痕迹 这就很奇怪了 如果他们四人都是失温而死 那为什么不用野外取暖油灶 或者是用汽油点燃出树汁进行取暖呢 而且在他们明知道自己已经迷路的情况下 他们又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难道他们没有来得及使用 就已经 遇难了 但是这些东西分布的位置不太对 为啥 这些东西不是在他们身边 而是他们奔跑的沿途 像是他们在观瞻之中 把东西这样遗落在那个地方的感觉 还有最后一个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四名队员进入埃劳山的时候 他们是带了先进的RTK卫星定位仪的 这种RTK卫星定位仪 可以在野外做到厘米级的定位 是非常先进的 但是从未打开过 电量都是满的 作为四个有经验 有能力 可能作战也好 作业也好 非常有实力的人 所以这就很反常 其实有人会说 是不是因为在埃劳山里面的地磁异禅 导致了他们没有打开RTK这个定位设备 其实是有可能的 刚才我也提到 在救援行动的时候 从成都调动了一架低空通讯和定位飞机 其实原因就是搜救队员在搜救时 发现自己在埃劳山里面 也没有办法定位 也没有信号 如果自己都没有定位和信号 搜救队员自己就很危险了 所以调动了飞机 每单飞机通过上空的时候 短时间内搜救队还是有信号的 相对要安全一些 这个就是2021年非常著名的 埃劳山失踪事件了 中央电视台也专门在 今日说法栏目里面做过报道 这一次报道和之前 今日说法的报道都不一样 为什么 这一次今日说法的报道 把这些疑点完整的报道了出来 并且没有给出任何解答 这个今日说法节目里面 也说到埃劳山里面 有地词异常这种情况 官方认证的有地词异常的情况 对啊 然后我在想这四名队员是为 我们国家地质部门来做地质勘测 地质部门应该知道 里面有这种地词异常的情况 为什么还是让他们拿个RTK就来了呢 第一个 首先这四个人 最小的25岁 最大的32岁 都是从环金部队里面服役出来的 第二个 32岁相对年龄大的 有多次进入埃劳山的经验 他进去过 对 但不是这一条路 第二 RTK是现在最先进的 他不仅可以定自己的位置 他还能向卫星发送自己的位置 那应该派一个直升机 也没有更好 他并不是进入埃劳山的核心区域 他只是埃劳山的边缘区域 算是县级保护区 还有最后一个点 我看过很多这种资料 住在山周围的很多人都说 山里面会有地词异常 但是不一定在哪 地词异常可能会移动 可能会移动 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他的这个地方 你今天能收到信号 明天不一定 还有待会我会跟你讲一个 我们采访到的参与救援的人 当然他不是参与那次救援 他是现在一直在埃劳山周围 做救援队的这么一个人 刚才是2021年的那次 著名的四名地质调查队员 失踪案 下面另一件事发生在 埃劳山腹地的一个偏远村庄 石崖口村 遗弃猝死事件 1993年7月的一天 单地村民者父才正在家中干活 突然听到母亲倒在了船边 他冲进去一看 母亲没有生气了 就在这一个欢乱的瞬间 妻子也在门外突然倒地 剧烈抽搐 不久之后 同样失去了呼吸 哲夫才一看 一天之内 妻子母亲接连去世 很奇怪的就猝死了 他顾不上弄清楚什么具体原因 怀着悲痛通知了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处理后事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哲夫才的小姨子在 奔三返回家的路上 竟然也无端倒地 猝然去世 其实就在这同一天 石崖口村里面 一共发生了四起村民突然猝死 暴毙的事件 这一系列的离奇死亡事件迅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 当地卫生局局长杨明清就立马带领医疗队赶赴石崖口村进行调查 调查人员首先排除了人为投毒的可能性 因为四起猝死者之间没有共同的饮食或者接触史 而当时流行的战气说法也被迅速地否定了 因为战气通常会引起的是明显的呼吸道症状 而这些猝死的村民没有表现出相关的这种症状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 又有多人出现了相同的类似心脏骤停猝死症状 卫生部门甚至一度就开始怀疑 村民可能是不是患上了某种不如为人质的传染性疾病 如克山症或者克萨奇病毒引发的心肌炎 然而卫生部门进行了多次的解剖 多项生物检验还有对水进行了化验 并没有在尸体和水源里面发现克萨奇病毒 但是同时事情还要再继续 在事件最严重的时期 村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死亡病例发生 村民对这种离奇的死亡是束手无策 很多人就选择了逃离石崖口村 去其他地方去避难了 这场恐怖的猝死风波在1993年那年 造成了至少30多人死亡 其中有些家是全家被灭门 但是这种情况在1994年就神秘的停止了 卫生部门和专家虽然在后来的调查中 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 比如说环境中有毒素 或者某种未知的传染性疾病等等 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出一个令人幸福的结论 村民则认为这是有人触怒了山神 或者他们所谓的祖灵 还有人怀疑是因为村庄的风水问题导致了这种恶煞 不过不管怎么说1994年以后 村里的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直到2003年石崖口村的猝死事件再次爆发 这次导致了8人的突然离世 尽管单身时卫生部门也采取了各种水样去解剖等等等等 甚至是对村民进行了定期的体检来反制类似的悲剧发生 但是没有阻止这种情况的蔓延 最终政府决定将石崖口村的居民整体迁出 村子就这样摔落在哀劳山里面了 时至今日呢 石崖口村的离奇猝死事件依然没有一个缺切的解释 石崖口村在哀劳山哪个范位啊 跟斯某城差不多就是西南边 我们在做这篇稿件策划的时候 采访了一位在哀劳山从事救援专业的专业队员 他和我们讲的一些他进入哀劳山里面的经历 又一位的演练啊什么东西 他还是会进去的啊 进入哀劳山第一的直观感受 就是感觉因为植被丛生地形复杂 人在里面的消耗非常大会非常累 而且刚才我们说的哀劳山大部分地区呢 它这个坡度都在70度左右 基本上你爬山就是拴手拴脚 并用的 在骑中行走啊 200米的距离往往就可能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在体力飞速消耗的同时啊 还需要随时警惕周围的野生猛兽 因为哀劳山里面的熊豹子是很多的 有时候那些熊会躲在草丛里 突然发起攻击 而且很危险的 根据他的描述 哀劳山里面其实最危险的不是你能看得见的动物 而是昆虫 在哀劳山里面有很多种昆虫都是有毒的 遮到就会导致红肿疼痛 甚至是高烧或者产生幻觉 从而危及到生命 他就提到 他在哀劳山里面见过一种大型的虎蜂 他其实不知道叫什么 但大概有这么大 最厉害的是这种虎蜂是吃肉的 他会来撕咬人类外露的皮肤 我怀疑他是不是 哀劳山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那种 以前已经灭绝的生物 有可能 或者伤害经历了生物 有可能 在里面如果第一次进去的人 精神消耗也会非常大 为什么 里面布姑娘会学人教 会学人教 会学人教 怎么学 我 这么恐怖的吗 会学人教 你可以找有不过鸟的声音录下来 还有 有的鸟会学 婴儿哭 确定是鸟 对 确定是鸟会学婴儿哭 有的猴子也会学人类婴儿哭 或者人哭 沉浸的不少 刚才那个蜜蜂 其实还没讲了 就是那种蜜蜂 它会来撕咬 外露的皮肤 你去打它 也打 这一片 你就会把它毒针 打到脸里面去 或者手里面去 那一片都全部红肿 如果抵抗力差的人 就很快就会高烧 失去行动能力 那些声音 或者是周围的那些动静 还来源于 快速的天气变化 他曾说 在阿老山里面 前一分钟 天气晴朗 一分钟之后 浓雾密布 可能浓到啥程度 你跟你的队员 或者你的队友 距离有个十米左右 你就看不见他了 你想想 就是你正在低头爬山 抬头一看 没人了 一分钟之前 你队友在你前面 一分钟之后 他人不见了 可能你喊 不一定能听得见 因为还有其他的 对动植物的噪音 所以这种情况 就非常容易产生幻觉 因为这种浓雾里面 可能还有战气 而且这种战气的效果 不一定是什么效果 他们的队员 包括丹地人 就把这种情况 称为鬼打枪 他减述了一次 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当时他们是一行八人 金山执行任务 这个八个人 成一个纵队 爬上了一个山里的制高点 还不是山谷里面 他站在这个制高点 看到山下的一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 隐隐绰绰的村庄 他当时描述的非常清楚 那是个白天 下面有一个村庄 能看到村庄的房屋 木制结构的房屋 很老旧了 但是里面看不见 任何一个人 他非常震惊 因为这条路线 他们是来过的 他明显记得 没有东西在那 他从地图上 也非常清晰的记得 没有村庄在那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到了这辈子 让他最恐惧的一句话 紧随着他 登上来的一个队友说 那边怎么有一片稻田 他指的方向 就是村庄的方向 我浑身的汗毛都站起来了 他立即就看下那个队员 他那个队员也很震惊 因为他那个队员也来过挨岛山 但他们八个人 全部站在山顶时 看下同一个地方 八个人 有七个人描述出了 七个不同的东西 除了村庄 稻田 以外 有人看到了瀑布 有人看到了佛光 有人看到了雕塑 绝了 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 立马就停下来了 觉得不能再往前走 要么是中毒了 产生了幻觉 就是吸入战气了 要么真的遇到什么 不知道啥玩意儿了 他还好不是在谷底 他们但是在山顶 一个至高处 立马重新定位 连夜退出了山林 到今天这位救援队员 说起这件事情 当然心有余悸 所以不进入挨岛山 可能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其实讲到最后 我一直在想该写啥 是分析一下 埃老山为啥这么神奇 还是谈论一下 埃老山在风水 或者在这种结构上 为什么会导致 这些灵异事件的原因 还有看法 但是在我搜集资料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我应该说一下 不管埃老山是神奇 还是里面真的有一些 会导致人死在里面的 一些神秘类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我们都不应该进埃老山 国庆期间 随着埃老山在社交媒体上的爆火 一股探险热潮 迅速就在网络上兴起了 许多网红为了蹭流量 擅自闯入埃老山的国家保护区 和县级保护区 一些探险者 无视当地管理部门的禁令 以挑战禁区为名 通过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式 去引起这种关注 擅自进入未开发的区域 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也是对个人安全的不负责任 我们必须意识到 这种冒险行为不应该为了 追逐流量和虚荣而存在 埃老山的原始森林里 珍奇异寿和宝贵的生态系统 是经过千百年积累而成的自然瑰宝 然而摧毁他们可能只需要短短的几天 甚至几秒钟 而一旦破坏 恢复他们 却可能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 除了对自然的威胁 这类擅闯入的行为 也给救援资源带来了极大的浪费 每一次救援行动 不仅是对救援人员生命的潜在威胁 更是对公共资源的极大消耗 我们不应该用冒险来证明自己的勇敢 也不应该让追逐流量成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资源的巨大负担 在我们享受自然美景的时候 也必须保持一颗敬畏的心 不要为了短暂的流量效应 而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让我们共同去守护埃老山这一片自然的净土 珍惜这少有的原始森林 让他能够继续保持其独特的美丽与神秘 供后人永远欣赏与探寻